第30章 步入行星级 神秘怪兽的诞生 在大平洋海域中掀起的场血腥狩猎 地球上人类并没有任何察觉 而罗锋也依旧在王级智能战机中 潜心于久久断神 时间流逝 2059年1月1号 明月小区罗锋家中 很抱歉 王先生 我哥他不在家 罗华微笑在客厅中 向一名戴着眼睛的儒雅中年男子说道 今天是元旦 罗一元也不在家 这儒雅中年人有些吃惊 嗯 实在抱歉 罗华点点头 我家还有事就不留王先生了 等下次我亲自招待王先生 好 那我就先告辞了 这位王先生也非常有理地退去 目睹着对方离去 罗华摇摇头 这已经是近几天第十二波 来邀请他哥的了 能够有勇气来邀请一位 一元强者的 可个个是大友来头 像徐家这种级别的势力 如果不是徐心关系 根本就没资格直接上一元家的门 刚才的王先生 就是华夏国政界最高层一些大人物势力团体的代表 哥到底去哪了 罗华站在自己家庭院门口 极县武馆那边有人邀请他 军方有人邀请 政界有人邀请他 连H2联盟也有人邀请他 欧洲那边有人邀请 美利坚那边有人邀请 似乎大家都不知道 我哥出去办事了 哥他到底在干什么 罗华思索着 恐怕没几个人知道 罗锋现在的处境 在举国欢腾的元旦节日里 当天晚上 很多人都在看晚会 而就在明月小区智能战机当中 幽暗的机舱内隐隐有着昏暗光芒 罗锋盘膝静坐在那一动不动 湿海当中 花 花 一道璀璨星河形成了漩涡 水流在疯狂旋转着 形成一圈圈的漩涡 漩涡猛地扩张开 顿时水流变得稀薄了不少 就仿佛一块透明的水木 呼 收缩 原本扩张开的透明旋转水木 猛地收缩 一下子就变成了一颗巨大旋转着的水球 水球成半透明 隐隐有着各种丝丝奇异光线 在光球中闪烁 极少数暗金色碎片也混杂在里面 显然还没完全化开 膨胀 收缩 再膨胀 再收缩 精神念力的水流 仿佛一颗心脏 一次次膨胀一次次收缩 宛如有了自己的生命 在这种特殊的韵律当中 按金色碎片也渐渐消解融化 令整个水流更加的强大 膨胀 薄如蝉翼 收缩 水球透彻 第八十步成 可以开始第八十一步了 最后一步 罗锋也略微有些激动 这最后一步是九九段神中最重要的一步 也是难度最高的一步 罗锋的十海当中 一颗完全透明的大水球在不断旋转着 就仿佛一颗星球在不断自转着 没有任何雾气弥散 水球的大小也没有任何变形 开始 随着李峰一时操控 轰隆 无尽十海当中 那悬浮着的巨大透明水球 自核心处开始震荡起来 弥漫出一道道念力雾气 念力雾气贯穿整个透明水球 十道念力雾气 二十道念力雾气 三十道 越来越多 很快整个透明水球完全被念力雾气覆盖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在罗锋极为细微操控下 那透明水球不断发生着细微变化 而原本它表面腾绕的雾气越来越强 甚至于形成了一个超大雾球 根本无法看清雾球内部的水球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超大雾球已经是过去水球的百倍之大 四散未散就是这一刻 爆 罗锋心中一声怒吼 轰 无边石海当中原本超大的雾球在一瞬间猛的疯狂扩张开 就仿佛一颗恒星在生命最后时刻猛的超新星爆发一样 超大雾球瞬间爆发至极致 遍布整个石海每一处就在爆发到极致的一瞬间 紧接着一股滔天的犀利在石海核心产生 踏陷 呼呼 大量的雾气水流就仿佛陷入黑洞当中 疯狂地巡绕聚集 聚集在核心一边 噢 石海内都是一次震荡 空荡荡一片 所有的雾气水流全部消失不见 无边无际的石海当中 只剩下最核心的光点 就仿佛无穷无尽的宇宙当中 只有这么一颗星球 星球 表面还有着包围的一层光运 宛如光球 石海核心唯一一颗光球 这是一颗美轮美奂的光球 除了表面一层光运外 这光球本质上是大量金字塔形状的透明晶体构成 密密麻麻的透明晶体聚合成一颗星球 一股无形而奇异的波动 从这颗光球中不断传播开 呼呼 呼呼 石海中 唯一的这颗光球在不断自转着 一股无形的力量浮散开来 遍布罗锋全身浮散到体外 成功了 这就是行星级 这光球就是行星级强者的核心 罗锋心意移动 精粹的一道道精神念力 立即从光球中分散出来 遍布全身 智能战机中 当罗锋的行星级精神念力浮散到身体的一瞬间 原本一直很平静的身体 瞬间开始了急剧的变化 身体内的骨骼 骨髓 经脉 肌肉 筋膜 皮肤等等 都在发生一种不可思议的变化 身体内的遗传基因 也在迅速分解 组合 生命的蜕变 这次的蜕变比往任何一次突变都重要得多 当初在口号古文明遗迹中光头水晶人就说过 从学徒级跃升到行星级是生命层次的一次跃迁 达到行星级后可以不用呼吸 可以直接遇空飞行 行星级才有资格称得上武者 称得上精神念试 达到行星级才能在宇宙中流浪 能有资格混个温饱 没达到这一层 根本没能力在宇宙中流浪 这感觉 好美妙 当蜕变后的精神念力引起身体的蜕变时 罗锋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 就好像 自己的身体从一个达到极限 无法再成长的壮汉 瞬间变成一个婴儿 全身的筋骨 肌肉 五脏六腑都本质上发生变化 生命层次的变化 学徒级的实力提高 从学徒级一阶 初级战士到学徒级九阶 高等战神 是在原有身体基础上的一次次提高 而达到高等战神 就已经是一个极限 不跨过去 就永远无法突破 而一旦跨过去 我的生命层次 就跨入一个更高层 行星级一阶逐步提高 直至行星级九阶 深夜 明月小区中很多人家已经入睡 停在草坪的智能战机舱门 缓缓打开 错 一道人影冲天而起 而后悬浮在三百余米高空 黑色长袍 随风烈烈作响 它脚下没有踩着任何物体 就这么悬浮 这就是行星级 罗峰俯瞰下方的城市 心中却感受着石海中那个光球 他终于发现行星级真正强大的奥秘 那光球 不是简简单单的精神念力核心 而是具有一种奇异能力的 可以说是一个微型星球 它会自转 它也有自身的磁场 石海中这微型星球令罗峰不用呼吸 而且还能按照罗峰心意 控制身体周围磁场 抵消地球给自己的引力 自然能悬浮 给自己一个前冲的磁场力 就能往前迅速飞行 也就是说 行星级强者都能拥有一个 属于自己的微型星球 它们就是这微型星球的主人 按照行星级强者的意愿 可以给自己增加一定强度 一定方向的磁场力 这样自然而然就能迅速地随意飞行 不过 微型星球 磁场强度有限 所以行星级强者飞行速度也是有限的 难怪说 从学徒到行星级是生命的跃迁 说的没错 行星级强者竟然都能拥有一颗微型星球 还能自转拥有磁场 或许这颗微型星球还很弱小 可是随着微型星球成长 自然会给它的主人行星级强者以更大的帮助 拥有自己的微型星球这样的强者 才能算是真正的宇宙人类 罗锋感慨不已 嘿耶 罗锋悬浮在城市高空 张开双臂 精神念力精粹成一颗微型晶体星球 极度地聚合在一起 令我的意识也强大了好多 罗锋心中愉悦不已 就好像身体虚弱的人 意识都虚弱 随时会昏迷 身体强的人 也会神清慕明 而原本以河流形式 存在的精神念力 精粹成微型星球 后 的确令罗锋意识强大不少 不过这种机会 是很少很少的 生命层次的跃迁 从学徒级 九阶到行星级 从行星级 九阶到恒星级 从恒星级 九阶到宇宙级 这种跃迁 才是生命的跃迁 才会另意识得到一定的强化 平常实力提高 根本没这等机遇 顿天梭 罗锋心意移动 顿时融合在黑色背心中的 365刀片迅速飞了出来 迅速组合成顿天梭 出现在罗锋脚下 我身体周围 自成一次场 再加上精神念力做推练 再脚踏顿天梭 不知道我的飞行速度 会达到什么境地 在扬州城上空 如黑夜中神灵的罗锋 瞬间发过一道残影 宛如瞬移 直接消失在原处